然后这个CPTPP的部分 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来谈一下王美花 我讲过嘛 民进党最厉害的事情就是什么 丧事当习事办 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大陆呢比我们早六天 先申请加入了CPTPP之后呢 舆论炸了锅 之前呢今年的轮值锅 日本早就说欢迎台湾了 台湾的民进党呢 国民党都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诉求 说一直在催王美花 怎么还不递界呢 蔡英文2016年就职的时候 就职演说当中也谈到了 他要带领台湾进入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被大陆抢得了先机 那为什么呢 王美花你不用负责吗 你要不要给个说法呢 王美花还真的给个说法 我吓一跳你还不如不要讲 他怎么讲呢 他说我们准备工作 早于2015年 我们台湾是按步骤 挑最好的时机申请 所以我们比大陆晚了六天 叫做最好的时机 然后他还说 这个时机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 我简直快要笑喷了 大千你先来看一下好不好 请问一下战略意义在哪里 这是最好的时机吗 对王美花或者是民进党的 这些政府官员 他们真的觉得台湾人民 这么好欺骗嘛 随便糊隆几句话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大事化 小事化无了 甚至就像刚才秀芳讲的 明明就是伤势 你竟然拿它当喜事来炫耀 从苏贞昌的3加11 到王美花的加入CPTPP 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民进党把自己的错误 变成了骄傲 把破口变成了骄傲 其实CPTPP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它的前身是TPP 当时这个组织的成立 某种程度就是为了 跟中国大陆主导的RCEP相抗衡的 也就是说这个组织 当时是由美国跟日本 来负责主导TPP 后来美国退出之后 就由日本自己扛起了这个重责大任 然后转型成为 现在大家看到的CPTPP 我为什么要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就是想让大家了解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对抗中国大陆势力 在亚太地区经贸整合的一个组织 那么我好奇的是 这个组织在3年前 尽管美国退出之后 3年前就已经正式的成立了 那既然台日关系是如此的良好 日本又是CPTPP最重要的一个主导的国家 那3年前我们为什么不加入 3年前我们就可以加入了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组织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它的会员国 当时为什么要叫做跨太平洋 就是因为美国想拉自己更多的盟友加入 可是明明是亚太地区的事 它要怎么样自圆其说呢 它就干脆告诉大家说都在太平洋嘛 太平洋的这一边跟太平洋的这一边都算 两边都可以加入 所以这些成员国里头 其实大部分都是青梅反中的成员国 那台湾要申请加入 对台湾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当然在这个农业或者是关税的谈判上 我们要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至少在政治问题上 我们不应该会受到太大的刁难跟阻碍 所以我实在是非常好奇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3年前我们就可以申请加入 为什么我们不申请 我们为什么要等到中国大陆申请加入 我们才申请 这怎么回事啊 他还硬要说这叫做最好的时机 已经被骂翻了 连英国的金融时报都在骂 日本都在骂 他说这叫最好的时机 他说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 真是想请他说明一下 什么样的战略意义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决策太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慢到限于被动 中方其实在去年的11月就表态要参加 当时我们台湾以为只是喊一喊 这个严重借大使 这表示我们国安单位的情资有问题 判断有问题 那刚刚大千讲的 为什么这个日本早就在对我们招手 我们迟迟不肯 主要就是可能卡在核实 他们担心会影响选情 不只有日本辅导的食品 越南也会要求农产品 连汽车整车出口日本也会来 还有重机电啊食品加工 很多都会来趁机咬一口 因为需要11个会员国的一致性同意 当然每一个国家 那你跟他谈的时候用他的话都会来咬你一口 都希望过程中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但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 好啦我们就比中国大陆慢 我们就乌龟嘛 对不对我们就是比较不进入状况 但这显示什么 国安单位情报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严重 国安单位大概不太懂这个议题 尤其那个像顾立雄 我想他外行 那这个王美花也是外行 真的比较懂的应该就是这个邓正宗 可是我觉得最后的决策还是蔡英文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CPTPP 对我们的传统产业非常好 我们传统产业因为没有FTA的保障 被韩国产品在很多美国欧洲市场打得很惨 那你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我们起码在日本在澳洲在纽西兰 在这些这个加拿大我们可以扳回一层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这个加入自由贸易协定以后 事实上我们消费者也很有帮助 我们就看到世界各国物美价廉的产品 可能都会在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商品都可以看到 对消费也非常好 我们现在就算是递鉴 今年已经现在已经9月底了 我们今年加入可能性大吗 这个谈判我估计不到5年谈不完 他不是因为他到时候11个会员国都会跟你要求双边谈判 那这个所以说这个王美花都是讲的假话 那他们民进党都没讲实话 其实实话是什么 就是民进党政治决策不参加 为什么不参加 因为你一开始谈了以后 日本第一个就跟你谈辅导食品 那民进党他面临一个难题 然后呢越南要跟你谈稻米进口 然后呢这个秘鲁要跟你讲 鱼产品进口 然后澳洲要跟你讲这个乳制品进口 然后澳洲加拿大又要讲肉品进口 你想想看民进党他愿意办就事吗 我跟你讲民进党怎么处理 民进党才不会跟人家这个努力谈 然后去说服台湾民众才不会呢 民进党都是走捷径 什么样的捷径呢 韩兵你最懂 你看我就不要讲核食 我就把它叫成辅导食品 对不对 我直接从名字上改 我就不要叫核食 我讲说开放核食等等之类 大家都反对你看到没有 加入CPTPP之后 你要开放这个所谓的日保 日本辅导产品 当然台湾民众也没有那么笨 非常不同意的有过半 那你看到现在绿媒 大家懂吗 这是哪一家 绿媒现在根据我们的消息显示 绿媒都被交代以后不准讲核食 都要讲辅导食品 所以我觉得绿营真的很聪明 绿营从来不会开大门走大路 从这个借大使讲的 什么谈判什么去着手 我直接改名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没有核食这回事 对他每天就是 以为我换个名词 我们就跟傻瓜一样 哦原来这个不是核食 这是福岛食品 你真的觉得台湾有这么笨吗 实际上 你看这两天好几个网路媒体 都做了民调 显示多数人还是不赞成 用我们的 用加入CPTPP来换取吃核食这个东西 所以表示人民对这个东西 这有非常大的疑虑 特别是因为过去为什么核食 我们一直不同意进口 最重要就是台湾没有把关检测的能力 我们根本连相关的仪器设备 都非常的缺乏 在这个情况 我们除了幸运日本 就变成一切放推 这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问题来了 CPTPP我们当然希望台湾能够加入 可是我个人认为 其实民进党政府 从头到尾就不想加入 因为加入这个东西 其实会引来非常多的麻烦 包括核实问题 对包括其他的这些东西 那可是呢民党要假装自己很想加入 所以就不断的讲说 哦不要加入CPTPP干嘛 那王美华其实是背货只在 老实讲第一个 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大陆要加入 所以他们一下发觉中国大陆要加入 我觉得日本趁机也咬我们一口说 你看中国大陆都加入了 如果你们不赶快来申请的话 那你们可能就完蛋了 你们以后就加入不了了 然后我们急急忙忙要加入的时候 日本就给我们一个战书 那你要加入我 现在是轮值主席 我的同不同意非常重要 所以呢你不给我吞核实的话 你不要想你会加入 那介大使说大概谈个三年五年 到时候这个日本轮值主席的优势 早就没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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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uitive 你可以做出来的 字幕志愿者有点明 Hendac